紅腿如果來 我們就要同地處 比隔壁大家知道 這是1996年 楊麗花拍的房台廣告 卻意外曝光 她和丈夫住的天母豪宅 車如果大廠就要搭威 這個落下來 撞到人家就出問題 後花園種了六棵椰子樹 可以想見光是庭院 就有多寬廣 因為楊麗花跟紅棟 非常的好客 所以我們也常常硬邀 就去當客人 那今天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水池 裡面還養天鵝 池塘大到可以遊船 除了黑天鵝白天鵝之外 名貴景裡就分成三大池飼養 旁邊還有烤肉區 走進客廳則是大片落地玻璃 光是餐廳就有兩個 其中一間擺了巨型餐桌 配上16把椅子 作為宴客使用 至於楊麗花的主臥室 起碼有20瓶 連按摩浴缸都是特別訂做 尺寸比正常浴缸 還要大了三倍 你看在天鵝黃金地段 這樣子的住宅環境 可竟然他們真的是 非常懂得生活 然後也有這樣子的實力 可以享受這種 只限鴛鴦不限鮮的 這樣子舒服的生活環境 位在天鵝德行東路的別墅 佔地800坪左右 住了超過30年 以附近行情來計算 至少價值3億元以上 楊麗花金船分局協議離婚後 大直加州的合照隨即曝光 就是要破除傳言 這張照片拍攝的地點 就是楊麗花和丈夫 另外購置的豪宅 2002年落成的大樓 強調金龍河畔水岸景觀第一排 地上14層 地下兩層 總戶數只有46戶 我曾經到他們新的家裡 那個臥室真的非常非常的浪漫 非常長的那種長毛地毯這樣 這麼厚 就是很浪漫的感覺 然後都是白色的這樣子 然後整個房間是從那種 米白洗臉 從來天王老婆嘛 還特別設置酒窖 客廳大到養的狗狗 都可以奔跑 這個地段在2015年 每瓶上看200萬 100瓶左右的空間 要價2億元以上 如果你不要知道要房子帶來 來 我告訴你 你看各位看你的左手邊 有沒有 在山上 有一盤鞋鋪有沒有 楊麗花在夏威夷的豪宅 變成當地的地標 台灣的旅行團去的時候 導遊一定要帶他們 在這個山下繞一下 就想說 各位... 網上看一下 那個就是台灣國寶楊麗花的住家 如果你看海賓有沒有 在海賓 最海賓 第二間有一個黑樹頂 還有一個雕像的有沒有 紫色的屋簷有沒有 有 那一間就是楊麗花的家 我最記得那時候曾經去過他 夏威夷的豪宅 在半山腰 山上的 然後一進去 客廳落地潮已經打開 無敵海景 那個別墅 然後還有私人的游泳池 華麗漂亮的不得了 真的是豪宅 我好想說去超級馬上買 超級馬上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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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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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 過去為了陪伴 在夏威夷念書的妓子 杨丽花 台湾 夏威夷 两地跑 常常亲自买菜下厨 得练就几句实用英文 而杨丽花夫妻 光是台面上的三处豪宅 房价就超过10亿新台币 雄厚的家底 不仅来自洪文栋是古科名医 杨丽花是歌仔系国宝 更是洪文栋背后的家族背景 因为洪文栋在那个时候来讲 出生是世家 他们是星光的天母那边 士林那边的洪家的一个世家 他们是非常有钱人家 家里就是有很多的土地 家传来自于父亲洪文栋 他和星光集团创办人吴火师 是新竹同乡 吴火师开始创业 洪文栋都是合伙股东 累积可观财富 位在台北市天母金华地带 这一大片住宅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接近了完工阶段 但是却是没水没电没窗户 墙上还被乱涂鸦 往中庭里头来看 几乎都是垃圾 似乎成了街友的聚集地 这里荒废了 其实已经超过20年 最主要是因为 杨丽花丈夫洪文栋 跟哥哥的侦产官司 其实这是算有纠纷的土地 对 其实自己家族有纠纷土地 就很难说有建商的经常来争 对 是有点困难度 尤其他的兄弟感情不好 对 你觉得他要卖谁 每个都想卖别人 三个都可以阻挡 三个都是钉子 可是这需要有人去诊责 原来红外传有三位儿女 大儿子红文良 女儿红玉坤 红文栋是小儿子 他控告哥哥1987年 以贾买卖贞结税的目的 把将近六成的天母土地 过户到外人的名下 五年后母亲过世 应该把土地分成三份 两兄弟和姐姐各持有三分之一 因此提告要求哥哥返还 2009年红文栋上诉订业 天母这块地的产权三位子女 确定各持分三分之一 愿意合理价钱来跟他买很多 这地点也很好 对不对 就差于说他们之前一些感情纠纷 一些上一代留下的祖产 对不对 我觉得相当可惜 然后现在讲到大家能够谈好 一起卖个好价钱 不是都很开心 红文栋在两届立委任内 推动器官移植法 以及争取大陆猫雄来台 不过就是因为那次议场上的全武航 让杨丽华决定 不让丈夫再继续担任立委 而当年大家不看好的婚姻 杨丽华和红文栋 以幽默和包容 化解许多风风雨雨 新手走过33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